突然之間很陌生 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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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哈羅雅 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早 早 好 好 所以相信今天早上 巴拉哥自己的弟兄姐妹 就是帶著可夢的心 來追求神經 阿妹 好 相信今天早上 當我們帶著期望 帶著信心 來到上帝的面前的時候 上帝用祂的話語 來感想我們的生命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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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 我們聚集在這裡 因為我們有一位 又生又活的上帝 今天在我們當中 而我們所信靠的那位 是活的上帝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一直帶領我們 引導我們走前面的道路 主要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主要我们带着可慕 带着追求 带着信靠 带着相信的心 主要来相信你的话语 要引导我们 有能力走前面道路 祝你祝福这些每一个弟兄姐妹 从年六到年长的 主要他们的生命里面 都要应着你的话语而站立 主要感谢导告风主 耶稣基督民修 感恩 好 谢谢各位 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感恩好不好 跟以前还没人说感恩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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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在我们的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本来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已经就有埋怨和感恩 好 再讲一次哦 再重复一次哦 大家思考一下哦 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 在一个人的身上 是不是就已经存在着埋怨和感恩 是 是吗 是 是 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不是 不是 为什么 我们需要注意收到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要从 那我们看到在人类的这个历史里面 他胜利创造了亚丹和夏娃 让他们在一个很美的地方 让他们在一个极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 魔鬼就来引诱夏娃 引诱他什么呢 告诉他 让他心里面 有什么的因素在他心里面呢 让他心里面产生对神的不满 让他心里面产生对神的很多的埋怨 魔鬼对这个夏娃说 这个分别上二的数 上帝起来说不可以吃吗 其实不是 上帝告诉你不可以吃 是因为你吃了 可能你比上帝更厉害 你会像神一样 所以夏娃心里面就产生一个 不满 哦 有可能 上帝因为不要让我比他厉害 或者像他一样 他对神产生不满 为什么这样 他就什么呢 当他开始对上帝不满的时候 他就背叛了上帝 他把那上帝上帝的国子 来一次 这时候最终引到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 当人在这个魔鬼世界里面 只有埋怨 没有感恩 可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是让人的心里面 是有感恩的 是有感谢的 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上帝所捲血的百姓当中 他们在这个上帝的带领当中的时候 我们如果你有查考圣经的话 你们看到这一般的百姓 可以称为是一个埋怨的百姓 在他们最口 口所说的话 都是埋怨的话 而我们现在 现在看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 看一下我们身边的人 口所说的话 埋怨的话 比感谢的话还要多 对吗 埋怨的话 比感谢的话多得太多了 我们难得说一句感谢的话 当有人跟你 或者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最亲人 跟你说一句感谢的话 你会觉得 乖乖的 今天是错药 我们也会觉得不习惯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人的心里面 所产生的 他们会觉得 好像是埋怨是正常的 感谢才是不正常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下帝造我们的时候 是让我们有一根感恩的心 而魔鬼是让我们 进入到埋怨 不满的里面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 好 我们来看埋怨的种种后果 第一方面 埋怨是一个坏习惯 的话我跟你旁边的人说 埋怨是一个坏习惯 埋怨是一个坏习惯 当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他们在 埃及受苦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埃及成为奴仆 成为一个可以说是 奴仆就是没有一个尊严 可以说是做工很多 可是吃不饱 穿得暖的那一种 他们是受尽许多的苦 在这埃及人的手下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呼求上帝说 上帝我们好苦啊 你要救我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他们不断的呼求的时候 上帝听他们的祷告 上帝听他们祷告的时候 上帝差派摩西到他们的当中 上帝差派摩西在他们当中呢 领他们出埃及 可是我们看到 当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的路程当中 还没有到上帝要给他们的一个地方 美好的地方 上帝所应许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以色列人就是什么 以色列人的口 还是在埋怨 这个路途里面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辛苦 很多的问题 神经病啊 难道你带我们出来 希望我们死在这里吗 他们口埋怨 埋怨摩西埋怨下帝 所以能看到一个爱埋怨的人 他总会找到理由来埋怨 一个爱埋怨的人 喜欢埋怨的人 在任何的情况里面 他都会找到理由去埋怨 学生要小心啊 不要让埋怨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习惯 好不好跟旁边人说 不要让埋怨成为你的习惯 不要让埋怨有传染的习惯 好 第二方面 埋怨有传染的作用 好不好 跟我一起讲 埋怨有传染的作用 埋怨有传染的作用 埋怨是一个传染病 哦 为什么埋怨是一个传染病 虽然我们看到 如果你是时常跟一些喜欢埋怨的人在一起 或者是你想喜欢 或者是你的周围很多 这些都是埋怨的人 哇 你听了很多这些埋怨的话 不满的话 久而久之 可能你也会成为一个什么 爱埋怨的人 所以埋怨会传染的哦 或是你埋怨的埋怨会传染 所以我们看到在民宿记十一章的时候记载着 在以色列人当中 上帝吃下玛纳给他们的时候 每一天上帝从天上降下玛纳 是一种食物让他们可以 空成饼 或者是做成面包来吃的食物的时候 这些人他们早上 就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 上帝从天上降下玛纳的时候 在他们当中就有一些个外班人 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出来的时候 也有一般的外班人也跟着他们 这一群小群的外班人 他们就开始有声音出来 他们什么声音呢 他们就说 哦 早上吃玛纳 下午吃玛纳 晚上也吃玛纳 然后宵夜也吃玛纳 每天常常都是玛纳 很 很咸的 嘴巴放在 放在嘴巴很淡的 哦 吃玛纳 每天吃没有别的东西吃 上天你不会降下别的东西给我们吃 所以这一小群的人 他们开始埋怨 发出镜子的声音的时候 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 妈妈你这个声音就传到整个 整群的以色列人当中 圣经说什么呢 整群的以色列人 整班的以色列人 他们就开始什么 也埋怨起来了 哦 吃有玛纳 吃没有别的东西吃 我们每天都要上场都是吃玛纳 然后开始埋怨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埋怨那么转 你知道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吗 这额外班人在这个当中 在以色列人当中 他们是一小群人而已 而以色列人 他们是有两百多万人 想想 这样子的声音 从一个地方传传传传 传到两百多万人 他们同身的埋怨上天 所以埋怨的能力 这个力量也是这么大 能够弹压到我们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明书记第十三章的时候 当上帝说 你们要将这个摩西拆派 十二个探子 进入到这个耶利哥城 去溃探的时候 有十个探子回来 就告诉摩西说什么呢 我们不要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不好的地方 因为那里的人民呢 他们又强大 他们又强壮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我们不要进去 那个是不好的地方 这十个人开始讲 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 这十个人一讲的时候 其他的整个的百姓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就大声的哭泣 上面埋怨神说 神啊 难道你带我们来这里 是要我们死在这里吗 我们不要去那个地方 那个是上帝所应许他们的地方 所以这十个人的话 声音传到整个耶利哥城的百姓 所以我们看到吗 埋怨是侦磨的恐怖吗 被传染了 好 第三个话题 埋怨有严重的后果好不好 或是你旁边的人 埋怨有严重的后果 埋怨有严重的后果 埋怨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没有想过 可能没有想过 可是讲啊 讲 念啊 没有什么 对不对 可是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埋怨有什么后果 就在以色列人当中 当他们的埋怨神 达到上帝的面前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 上帝大大的发怒 上帝大大的发怒的时候 就降死 降一个刑罚在以色列人当中 就告诉摩西说 摩西 凡20岁以上的以色列的百姓 都不能够进入我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 20岁以上的埋怨都不能够进去 就是上帝降罚在他们当中 因着这些以色列人的埋怨 所以我们看到 埋怨严重的后果 是使用上帝刑罚领导你了 所以告诉旁边的人说 不要埋怨啊 不要埋怨 可能在我们当中的 有些人是有一些人埋怨 或者是你家人是一个喜欢埋怨的 或者是你身边的人 偶尔你都会听到一些埋怨的话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现在要告诉你什么呢 要停止埋怨 要停止埋怨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科宁诺前书第十章第十节 第二三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像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会劝力的所谓 贝利比书第二章十四节 方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雅各书五三九节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怀怨 免得受审判 看到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 最爱情的是 彼此确实相爱 因为爱人则耶所做的罪 我们要不相恨爱 不要埋怨言 圣经里面一直提醒 一直告诉我们 圣经的话语 一直告诉我们说 要停止埋怨 如果你是一个 还活在埋怨里面的人 或者是你身边的人 还活在埋怨当中的人 就告诉他说 我停止埋怨啊 圣经里面 不只是告诉我们说 你要停止埋怨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路 我们要怎么样 过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 来怎么样的活在我 耶稣基督的代理之下 或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不只是要停止埋怨 而是要开始感恩 好不好 我告诉你旁边人 停止埋怨 开始感恩 停止埋怨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什么美好的事情 因为是上帝的话 也来告诉我们的 没有 还有没有 诗篇第五诗篇 二十三节 问起来 一二三 光明感谢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上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要将感谢献上为敬 这里说当我们用感谢献上为敬的时候 便是荣耀上帝了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一般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荣耀我们的上帝 怎么样能够真行他的话语走在他道路上 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将感谢献上为敬 就是荣耀我们的上帝 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我们生命里面感谢是有多么的重要 而且我们要努力活住感恩的生命 是多么的重要 这是上帝所要我们活的生活 所要我们过的生活 阿们 再告诉你一个 在美国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个日子呢是感恩节 在每一年美国 在美国的国家呢 他们都会庆祝 而是在每一年的11月尾的星期四 把这一天定为他们国家的感恩日 来感谢上帝 带领他们的国家 而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呢 我们希望美国知道他的历史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看到他们都大事庆祝 在美国有很多人游行 所以我不知道当中美国人 他们有多少未知到这个感恩节的历史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下 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个感恩节 他的历史是 因着一般的英国人而开始的 所以一般的英国人呢 他们在当时候 差不多是1620年的时候 他们在英国生活的时候 在英国当时候 虽然有相信上帝 可是他们的宗教已经腐败 有许多的 甚至是当中的神父 所谓的神父 或者是在教会里面 有许多犯罪的事情 而他们都能够被领取 所以这一般的基督徒 他们是信靠上帝的 他们是虔诚 他们知道这一切是不对的 所以他们想要说 我不要在这样子的国家 继续这样子生存下去 而且他们的 在这个国家当中 他们所信靠的 耶稣基督 他们被否定 而且被燃主 所以他们想要得到宗教的自由 而且生活的自由 所以他们就决定 要离开英国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找当中有 从小孩到大人 有102位的人 他们就找了一艘的船 不大 小船 让一百多个人 都进入这个小船里面 他们就开始漂泊 去在海洋 大海洋当中 去漂泊 因为他们要找另外一个地方 来生 他们在这个整个 你可以想象一个小船 在一个大西洋里面 来漂泊 会遇到什么事情 遇到大风浪 遇到狂风霸 而且当中他们用了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在海上漂泊 终于让他们可以去到一个 达到一个岸边 他们在岸边的时候 他们遇到生活的困境 因为他们要开始 怎样的喂养他们的孩子 还小 还有一些生病的 还有一些老年人的 他们要怎样的去 来维持来生活 他们的生活是困苦 他们自己跟踪 开始学习跟踪 开始学习怎样的去 来打猎 种种的生活的技巧 他们都要开始学习 在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们终于有收成 他们所种的 这些的植物 都有收成 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有收成的时候 他们第一件事情说 我们要将我们所收成的 所收割回来的 我们所耕种的 我们要来献祭上帝 用上天的时间 来感谢上帝 带领他们这一班人 离开英国 来到北美洲的一个土地 就是现在的美国 所以这一班人 他们开始在那边定居起来 建立自己的家庭 一代的传一代 建立起今天的美国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的美国已经 成立这个国家已经几年了 有三百三十多年了 而这个国家 今天成为一个 怎样的国家 在整个世界 就成为一个 有强大富有的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个国家 能够有这么强大富有 是因为这一班的英国人 他们在岸上的时候 他们遇到困境 他们在海难当中 他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困境的时候 他们还是感谢神 而我们要看的是 今天 他们为着几件事情 当时候 用上天的时间来感谢神 他们为着这七件事情来感谢神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方面 第一 他们为着 虽然他们只有 一百八十吨的这个小船 可是他们感谢神 因为上帝赐给他们这个船 第二方面 虽然他们船的速度很慢 但是他们能够达到目的 目的地 感谢神力 第三 是因为 虽然在航海当中 他们有他们的同伴死了 可是感谢神 他们有一个孩子诞生 第一 他们在整个的 当中 在这个航海的当中 他们的大航被吹断 可是感谢神 没有让他们成为 第五方面 在他们当中 有好几个女生 女孩子 被准进这个烂桃里面 可是感谢神 他们也得救了 第二个方面 是因为 当他们来到岸上的时候 有一般的原住民 就是应被安然 妨碍他们 不让他们登陆 可是他们去到 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又有一般的人 帮助他们 因此而感谢神 最后一个离奇的 他们说 虽然他们经过 许多的苦难的日子 可是感谢神 没有让他们 一个人被抛弃而回台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 在这个美国的国家 能够被建立起来 是因为 有一般这么敬畏上帝 信靠上帝的人 相反的 如果我们看 这七样东西 这七样东西 他们 也可以成为 这一帮英国人 埋怨上帝的理由 不是吗 他们当中有人死 有人猜一点死 有很多的拦阻在当中 他们也可以来埋怨神 上帝你为什么没有保守我的 我的同伴 他们去世了 为什么你没有保守 看我们 为什么我们遇到 这一帮的原住民 他们低胆了 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埋怨 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选择感恩 因为他们信靠上帝 一个埋怨的人 是一个不信靠上帝的表现 而一个感恩的人 是信靠上帝的表现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美国能够成为 一个强大的国家 不是没有理由的 不是没有理由的 是因着他们敬畏上帝 感恩献上帝 所以上帝帮助他们的国家 上帝带领他们的国家 上帝来大人的手 在当中来应到他的这个国家 相反的今天 不满是魔鬼的武器 魔鬼他用不断的 用不同的方法 用不断不同的环境 让我们选择去埋怨 让我们的心里面 产生许多许多的不满 当我们不满的时候 我们就是跟什么 跟魔鬼做爱 当我们心里面有许多埋怨 假如其中埋怨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是认同魔鬼所做爱 而相反的今天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地方 是墨西哥 墨西哥他有一个宣庄 是非常奇特的 他有一个特别的景点 这个景点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候 在一个宣庄里面 他们有两个不同的温泉 一个是热的温泉 一个是冷的温泉 所以这些的妇女呢 他们来到这个温泉旁边的时候 他们可以用热的温泉 来浸泡他们的衣服 同样的他们也可以用冷的水 来洗干净他们的衣服 哇 这个地方是这么的特别 因为我们说 哇 很奇妙 相当于是非常的奇妙 所以很多的观光客 就来到当中的时候 就问这些的导游说 你们这里的人民 哇 这么的能服务 一定是非常感谢上帝 因为你们有这么奇特的地方 哇 又可以有这样好的一个温泉 两泉其美的温泉 但是导游说什么呢 他说 比喻 他们这些人 并没有感谢上帝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既然上帝给他们热的温泉 又给他们冷的温泉 为什么上帝不要让中间 有一个肥皂泉 听起来很没有道理 对不对 很没有理由 这样也可以说 所以 可是我们知道 一件事情 一个爱埋怨的人 总会找到理由 来埋怨上帝 而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 受苦四百多年里面 上帝拯救他们 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带领他们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他们遇到问题了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前面有红海 后面有追兵 这些人 以色列人百姓怎么办 他们就开始想 对摩西说 摩西啊 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 你要我们死在这里 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 让我们死在这里 可是上帝做了什么事 上帝把红海分开 让他们经过 平安的经过 接下来他们 继续前进的时候 他们到苏尔的跨年的时候 他们走了上天 没有水喝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的水呢 是苦的 不能喝 所以他们就埋怨 难道你带我们出来 让我们渴死吗 上帝又告诉摩西说 摩西你用一个树枝 丢在这个水的当中 这个水就变甜了 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喝水 接下来 他们在继续走的时候 他们又在埋怨说 我们没有东西吃 难道你要我们饿死吗 所以他们又怎么样 上帝又做什么事情呢 上帝又从天上 这样下麻辣来 让他们可以吃饱 每一天都定时的下麻辣来 让他们可以吃饱 喂饱他们 可是过了一段日子 他们又开始闻念 上帝啊 摩西啊 我们在这里每天只是吃麻辣 没有肉吃 他们想到说 我们在埃及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们坐在这个锅旁边 我们可以夹肉来吃 吃得饱饱 哇 在埃及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调味料 哇 有蒜头 有洋葱 哇 那种的感觉太棒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没有肉吃 上帝又做了一件事情 上帝使大风吹向他们 让鸟类一种的鸟啊 叫安全鸟飞到他们当中 让以色列人可以情捕 好 让他们可以有肉吃 你看到吗 这一班的以色列人 他们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埋怨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一班以色列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 在人的心里面埋怨很多时候 不是因为他缺乏 而是因为他不满足于他现在所有的 人的埋怨很多时候发出来的 不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而是他有了 他不满足 他心里面的贪心 没有被满足 所以他满足 他想要得到他自己想要的 而没有得到的时候 他就埋怨上帝 而这一好像对墨西哥的妇女一样 这些的村庄的村民一样 他们得到的是温泉和热泉 可是他们还是有理由去埋怨 他们不是没有 还是埋怨上帝 看不到自己所有的 而来感恩上帝 而自己想要得到 而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 没有的时候要去埋怨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真的要改变我们的世界 让我们看看我们身边所拥有的 我们寻找一些 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东西 我们来献上感恩给下人 有没有 让我们不要这么以色列人 不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落到像以色列人的环境一样 好的呀 有没有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为什么要感恩 为什么要感恩 好 第一件事情 好 我来请问我们说 感恩的心是神所喜悦的 感恩的心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来看诗篇第六十九篇三十到三十一节 一二三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圣堂伟大 这边叫耶和华喜悦 圣是献牛或是献牛角有定的公牛 这里告诉我们说 怎样能够得着上帝的喜悦 怎样能够得着神的喜悦呢 这边是因着我们感谢赞美上帝 得着神的喜悦 而不是献牛 献公牛 献你所献上的一切 同样的今天 在座的父母亲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若你的孩子 来到你面前抱怨你说 妈妈不好 妈妈没有给我那个 爸爸不好 你的心会是怎么样 很伤心 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 我已经尽全力来照顾你 我尽我的责任来照顾我的孩子 可是我的孩子还是在怀怨 还是不满意 你的心会是怎么样 很伤心 对不对 大家觉得不被谅解 所以今天一样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祂爱我们 祂要将最好的赐给我们 祂看过我们 而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我们继续不断地 再向神埋怨 我们继续不断地 跟神说我们 对这个木满 对那个木满的时候 上帝的心是怎么样 也是非常地伤心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呢 上帝说祂所要的 不是陷牛 不是你的陷阱 可能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很热心地 愿意来服侍上帝 我们很热心地愿意奉献 在教会的参与 教会不同的施工 这是非常地好 而是上帝要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上帝说是 你每一天生活感恩的心 你来到祂面前 感恩的心 而不是你为了 为祂做了什么 而是我们每一天生活感恩的心 是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感谢上帝的心 感恩的心 这是上帝说喜悦 是上帝要我们活的 每一天的生活 太亮 我们接下来看 马丁路德他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 在魔鬼的世界里没有感谢 时常只有埋怨和抱怨 没有感谢 马丁路德是基督教的一个国家 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魔鬼的世界里面 是没有感谢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世界 在神的国度 还是魔鬼的国度 如果你还是说 我还是属于在 你不明白的话 你是属于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你是一个一直埋怨人 而今天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国度 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 所以神的国度里面是怎么样的 是感恩的 是充满感谢的 是有个充满感激的心的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真真实实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不再是属于魔鬼 我们要与这个魔鬼切断任何关系 甚至是他所栽种的不满 埋怨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也要把它切除 我们要栽种感恩的心在我们的里面 栽种更多感恩的心在我们的里面 Amen 另外一个哲学家 他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最终的罪就是不会感谢的罪 最终的罪是不会感谢的罪 你有发觉到吗 一个不会感谢的人 一个没有感恩心在他里面的人 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 他活在很多的埋怨苦虑 悲伤忧伤的里面 甚至是什么呢 跌入到最终得罪上帝 所以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呢 上帝说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上帝说 当你要来朝见他的时候 你要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你要带着什么来 是我们的衣装的端枕吗 是我们要化妆来到上帝面前吗 没有 上帝说什么呢 你要以赞美进入他的门 以称谢进入他的愿 当我们朝见上帝 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要的是你的感恩的心 上帝要的是我们称谢他的心 阿们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 在我们生命里面 提醒我们自己 谨慎我们自己 今天 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找感恩的事情 我们可以找到吗 可以 可以 同样的 今天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找埋怨的事情 可以找到吗 可以 可以 甚至找到的 埋怨的事情 比感恩的事情 还要多 对吗 可是甚至你们告诉我们说 停止埋怨 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要告诉我们说 不要一直装注在那些 你去埋怨的事情 让你不满的事情 而是你要转 你要转向那些 你能够感恩的 想一想 寻找一下 在你的生活上 在你的生命当中 哪些东西是 你可以感恩的 是不是要我们 过这样子的生活 Amen 在 我姐妹 我上个姐妹 在我自己本身的教会 我的姐妹离开 离开我们 已经 算今天的话已经是二十天 好 整整的二十天 嗯 有上位的姐妹 因为 车祸 离开 在我的教会 所以 她们是我很好的姐妹 还有其中一位是我的同工 嗯 所以在她们都很年轻 而且在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算是一起长大 因为我们在青少的时候就已经认识 而且一起服侍神 一起 在神的活动里面 一起的 做事工 所以她们都是我很好的姐妹 可以说是一起发梦 哈哈 一起寻找 哦 希望未来会怎样的 一起 好朋友 好朋友 可是 在二十天前 她离开了我 所以 在那时候的情况里面 我要感谢神的一件事情 我要位置我教会的弟兄姐妹 而我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她们是 可以说是我青少的 要么一起服侍 青少的弟兄 好 一起同工 看到那些所带领的青少 我回去的时候 她们 虽然我们在肉体上 在我们的心里面 会很舍不得她们 会觉得很伤心 可是 我看到的 我很欣慰的一件事情是 从 这一班人的生命里面 我的教会 我的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口说埋怨的话 没有一个人口说 以责问上帝的话 所以这是 我觉得是因为 我们一一一二 我的这一班人 我的教会 我的青少 她们都认识 她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 是谁 虽然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可是 我们信靠上帝 我们知道 上帝的意念 是靠过我们的意念 上帝有美好的意念 在每一个人身上 所以每一个青少 看到他们都没有埋怨 而他们愿意的 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肝强坦然的面对 还是重新的站起来服侍上帝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是说没有遇到问题 不是说没有遇到困难 我们就会觉得说没有 或者是说遇到困难 或者是问题 我们就用压制 来感谢上帝 不是 我们心里面真的会觉得痛苦 会觉得伤心了 可是 我们学习感恩是因为我们先靠上帝 我们相信他的作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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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说 感恩的心使我们喜乐 感恩的心使我们喜乐 好不好 跟你旁边说感恩的心使我们喜乐 感恩的心使我们喜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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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之间 孩子和父母之间 如果 可能生活久了 有一句话可能很少讲 就是谢谢 会不会很少讲 父亲之间生活久了 或者孩子之间生活久 诶 这句话好像在家里面 很少讲 对不对 因为觉得 诶 我的太太为我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的先生 或者是我父母 为我做一些事情 是很理所当然 觉得OK的吗 是这样子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少了说一句什么 谢谢 所以好不好 从今天开始 回去的时候 学习一下 如果你的丈夫 或者是你的太太 或者是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父母亲 为你做一些事情 你跟他讲一句谢谢 好 好 不是 不是假假的 是真心的 好 好 从内心里面 跟他去实现 然后感激你 为我做的 好 我们感谢你 这么多以来 为这个家庭付出的 好 我们感谢你 这个 就是与我在一起 这么多年 一起的 生活 一起的建立这个家庭 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看 你会看到 怎么样啊 那个心啊 会感觉到 我被 我被接纳 我被认同 我的丈夫认同我 我的太太愿同我 我的孩子愿同我 而且你感受啊 爱 所以如果你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已经明白了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真的是要 时常把感谢 挂在嘴边啊 好 因为当我们感谢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 就充满着喜乐 有没有 把感谢 挂在嘴边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 就充满着喜乐 有没有 所以在教会也一样的 帝兄姐妹为你做了一些事情 或者是 某某人为你服务的一些事情 你可以真诚的跟他感谢的话 好不好 好 那么他就会觉得 我被鼓励到了 他愿意的站起来 继续的前进 这不是更美好吗 Amen Amen 好 我们来看 好 我们来看 以副所说第五章的事节 那你说什么呢 因此万语和喜笑的话 都不相比 总要说感谢的话 歌欧西书第二章第七节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这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因此万语其笑的话 都不要说 要说什么 感谢的话 要说什么 感谢的话 要说感谢的话 然后谁告诉你旁边的人 少说 不疑的话 都说感谢的话 OK 好不好 接下来他说什么呢 一个信心坚固的人 我们说我们是信心坚固 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不断成长 我对上帝有信心的人 这里是什么呢 感谢的心也跟着增长来 所以一个人说他是有信心的 他的心 他的感谢的心也是增多的 所以让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一起的成长 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 我们要看到 上一个国被建立起来 每一个人都口 都说感谢的话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地方 是成为一个喜乐的地方 我们是很喜欢来到这里的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 就讲到韩国的大学的教授 他就做了一个研究 他发觉到在韩国 有差不多整四十岁的女 尤其是妇女 四十岁的妇女 这个患上忧郁症的巴仙 比男人还要高 出三倍 所以他就在调查 这个是什么原因 他调查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在这个的夫妻之间的争吵 使到这个妇女 患上忧郁症 或者是婆媳之间的争吵 使到她会幻善 这个忧郁症 所以 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看 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人 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说什么话呢 要你失落的 他说 幸福是属于感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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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都在追求幸福 我们都在追求喜乐快乐 对不对 也是最容易 而且最简单 能够让你得到幸福的 和快乐的 不是那么遥远的 只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要活出 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夫妻之间 或者是婆媳之间 我们能够开始学习 去感恩对方的时候 去看到对方好的地方的时候 多赞赏他 多感谢他的时候 忧郁症就没有了 是不是啊 很多时候 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有埋怨呢 埋怨丈夫 埋怨妻子 是因为我们来比较 对啊 你看 别人的太太 这样这样 如果我的太太像她这样就好了 你看 别人的丈夫 哇 多好啊 如果我的丈夫像她这样就好了 你看别人的媳妇 哇 这样这样很好 我的家的媳妇 如果像她这样就好了 我们都是拿来比较 所以不要比较 然后学习感恩 我相信每一个人 在你的生命里面经过 他在你的生命里面 肯定都有贡献 对不对 你想一想 然后为着他所付出的 来感谢上帝 来没 来感谢他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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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他们一个人 他叫约翰米勒 也是一个全学家 他说 从这个人感谢深度 可以看出他有多幸福 一个人感谢深度有多少 一个人口里面所说的感谢有多少 心里面有多么多的感恩 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他的生命里就看得出 你就知道他过得快不快乐 他过得幸不幸福 哎 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三个感恩使我们胜过逆境 感恩使我们胜过逆境 肯定在跟你旁边说感恩使我们胜过逆境 胜过逆境 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一个人叫保罗 保罗他和他的同伴希拉 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被毙了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 他们是被鞭打 而且这些的兵士呢 不让他们 让他们饿肚子 不让他们吃 然后呢 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保罗和希拉 有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埋怨上帝 有 有 是不是 保罗和希拉可以说 上帝你看我为你传福音 我为你传福音 可是今天我落在监牢里面 他可以选择这样 对不对 他可以有理由来埋怨 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有理由来埋怨上帝 可是圣经里面 记载着这样的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 圣经里面说 保罗和希拉 他们坐在监牢里面 赞美上帝啊 他们坐在监牢里面 赞美上帝 而当时候什么事情发生 其他监狱的囚犯 他们都彻耳而听 就是说什么呢 他们静静的 不敢做事 很留心的在听他们 在赞美上帝 在监牢里面 你可以想象 在监牢里面 是人家觉得 最多埋怨的 对不对 最多不满的地方 对 可是保罗和希拉 他们选择 赞美上帝的时候 所有的囚犯都安静 停 这时候什么事情发生 事情里面告诉我们说 第一大枕洞 监牢的门被打开 保罗和希拉手上 脚上的锁链 完全的断开 不只是这样 而其他监牢劳犯的 这些囚犯的劳犯 他们的监牢的门 也被打开 他们手上的锁链 脚上的锁链 也被断开 有没有看到吗 保罗和希拉 他们选择来赞美上帝 他们没有埋怨 他们选择 在这样子的苦难的环境里面 高深的来感谢上帝的时候 他们手上的锁链完全断开 上帝行神迹 在他们的当中 不只是他们自己 上帝来拯救 来帮助 而其他的囚犯 也同样的得着 因着保罗和希拉 他们得着祝福啊 他们也被牵在上帝的祝福里面 他们劳烦也被打开 他们手上的锁链 也被断开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在这个教会当中 若我们开始成为一个赞美教会 我们生命的锁链 要被断开 这个教会已经捆满的锁链 要被断开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切的咒诅的锁链 要被断开 在我们生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些贫穷的锁链 要被断开 即便的锁链 要被断开 哈利亚是美好的事情 上帝是这么的美好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怎么样活一个得胜的生命 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 我们要胜过逆境 我们要胜过困难 哈利亚 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活的一个路 你找到这个路吗 你找到吗 若你今天就说 我要选择走这个路 你的生命就是开始走在祝福的里面 你的生命就是开始走在 上帝的子弟里面 所以不只是这样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 当保罗赞美上帝的时候 他手上的锁链断开 连其他的囚犯也得到祝福 他们也被断开锁链 所以当我们这一班的人 教会弟兄姐妹一起了 有一个感恩的心 彼此都有感恩的心 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孩子 都有很感恩的心的时候 我们的感恩的赞美的力量 能够祝福到其他的身边的人 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影响社区 使到这个社区里面 罪的锁链要被断开 捆满的锁链要被断开 疾病的锁链要被断开 一些咒诅的锁链要被断开 若这个家庭 你的家庭成为一个感谢的家庭 夫妻之间彼此的感恩 孩子 父母之间彼此的感恩 建立一个感恩的家庭 来献上给上帝的时候 你的家庭要来祝福别人啊 你的家庭要影响其他的人 你的家庭要带给别人 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领受同样的祝福 他们也能够得到生命的自由 这就是上帝的意义 是上帝给我们的努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活出来的地区从来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胜过魔鬼吗 我们要胜过困境吗 不是来愿 不是 这条路不是他的药文作 而是感恩 你要胜过你的环境 胜过你的困难 胜过你在工作上 种种的问题 开始感恩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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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朋友们 开始感恩 开始感恩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大声的 来念这段经文 这是喝的美的一个经文 这是喝的奇妙的一个经文 十天一百五十天一到六节 我们一起开声大声的来念 好不好 喊了一二三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神圣地球上赞美他 要明明他大灯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既每个大德赞美他 要用小声赞美他 土色的神情赞美他 祭祖跳舞赞美他 用事前的乐器 和小的神音赞美他 用大小的神话赞美他 用大神的道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阿们 神圣地球上赞美 为了他配得我们赞美 为了他配得我们敬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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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 赞美的力量 感恩的力量 当我们同声的来敬拜 来赞美来感恩我们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的力量 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有能力起来了 我们就有欢迎的能力进来 阿们 阿们 圣经人家告诉我们说什么了 十篇二十二篇第三节 阿们说大尼是圣洁的 是用以圣洁的赞美为宝座的 世上的君王用什么来装饰他们的宝座呢 是用精灵 壮食 珠宝 来壮食他们的宝座 可是上帝说什么呢 他的宝座是用百姓的赞美 为他的装饰阿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若起来 每个人愿意的来感谢 心里面发出真正的感谢上帝的时候 感恩的心的时候 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都有感恩的心的时候 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建立他的宝座 阿们 阿们 这是得很奇妙的事情 这是很伟大的事情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这里 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 我们愿意一起的来 献上赞美的祭给我们上帝的时候 上帝的宝座在我们当中 奇妙的事情要发现 奇妙的事情要发现 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经历上帝 我们的生命里面要遇见上帝 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困难 都要完全的被解决掉 Amen 上帝的宝座建立在我们当中 就是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蒙福阿 上帝要祝福我们阿 而在你的家庭里面 若你的家庭当中 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亲 都一起的愿意来敬拜 来赞美神的时候 上帝要将他的宝座建立在你的家中阿 上帝的同在要在你的家中阿 上帝要祝福要临到你的家阿 这是何等奇妙 这么简单而已 就是这样子的讨论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让我们好好的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要再去看那些白月的事 我们转向那些我们能够感恩的 我们向上帝来感恩 Amen 让我们其他人来祷告 哈喽 哈喽 哈喽